大家好,我是超Z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双生拉克斯的皮肤资讯 首先,关于如何获得双生拉克斯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根据我解报的观察 国服中的暗星女王拉克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而药星女王拉克斯则需要通过抽奖来获得 这是因为暗星女王拉克斯被标记为普通的传说皮肤 而药星女王拉克斯则被标记为限定传说皮肤 另外,我也发现了有三种不同宝箱的类型 所以大家想要获得双生拉克斯皮肤的话 记得要认真看完以下的全部内容哦 第一,药星超级大礼包 这个礼包是属于国际服的礼包 里面包括了全部英雄、皮肤、姿态、边框、掉剑、回程和头像 但是姿态和头像只有双生拉克斯的而已 不过整体的内容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购买该礼包就可以一次性带走全部的内容 第二,完全体礼包 完全体礼包通常在所有的服务器都有出售 在国际服务,玩家可以选择购买想要的完全体礼包 然而,某些地区的完全体礼包依旧是通过抽奖获得 所以以上是国际服务获得双生拉克斯的方式 可是在国服中,获得双生拉克斯皮肤就比较复杂 由于暗星拉克斯被标记为普通的传说皮肤 我现在怀疑国服中的暗星拉克斯是直售的 同时也有完全体礼包可供玩家购买 其中包括了皮肤、姿态、皮肤变况和头像 不过,药星拉克斯并没有完全体礼包 因为它是一款限定的传说级皮肤 所以是不会在商场中直接出售的 第三,星界渊种现实宝箱 那么这次会分成两种渊种宝箱 暗星和药星拉克斯的渊种宝箱 那么暗星渊种宝箱主要是抽稀有的机外印地 和其他暗星主题的六款皮肤 接着,药星渊种宝箱主要是抽限定回程 药星拉克斯的完全体 和其他星界主题的八款皮肤 这个救急完全体是包括了限定回程特效的 所以药星拉克斯的完全体是通过院中宝箱获得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了 以上的内容都是属于解包获得的信息 如果跟正式的宝箱不太一样的话 大家还是别来喷我吧 我已经尽力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影片有用的话 务必给我来个订阅、按赞、分享和三连哦 那么我是超级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